一陣天遙地凍 機場旅客嚇得驚聲尖叫 往大門方向拔腿而逃 印尼龍牧島當地時間九號中午十二點多 又發生強震 威力之大 就連一百公里之外的巴黎島機場 也能感受到劇烈搖晃 這起強震雖然沒有引發海嘯 但是有多棟建築倒塌 短短兩個禮拜 印尼龍牧島 已經發生三次強震 居民嚇得連家都不敢回 尤其五號晚間這起規模七強震 更是造成嚴重死傷 共三百四十七個人死亡 十六萬多人 無家可歸 地牛翻身瞬間 鳥籠被震到劇烈搖晃 超市內的民眾驚慌失措 不知該往哪裡逃 規模五以上餘震不斷 遊客心驚膽戰 擠到機場或港邊上演逃難潮 接連不斷強震 龍牧島上建築都還沒修復 又有新的房屋倒塌 警銷人員疲於奔命 人口僅僅有三十一萬人的龍牧島 不像巴黎島因為觀光過度開發 反而還保有一點原始的神秘風景 吸引各國背包客朝聖 但接連強震侵襲恐怕也重創 當地觀光 記者 關火 報道